新马两国领导人指出 在水工课题上虽然持不同的立场 但同意交由两国总检察署 寻求解决方案 两国也不排除透过国际第三方调解的可能性 来解决纠纷 来看特派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说 针对罗佛河的水工事宜 向马来西亚政府表达关注 马国罗佛巴西古当近期发生的 有毒化学废料被导入河流 引发了严重的污染事故 加上罗佛降雨量逐年的下降 但我国和罗佛人民的水需求量 却持续地增加 此外 罗佛河上游也没有另外两座罗佛水厂 所抽取的水量大 影响了罗佛河可抽取的水源 导致林贵水坝的供应流险 一个是水工的安全 因为如果受污染的话 我们的水工肯定会受影响 其实每几个月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二就是水工到底是不是重组 我们从罗佛河取水 罗佛有关部门也从罗佛河上游取水 所以我们所取出的 跟他们所取出的加起来 其实可能超过罗佛河的供水量 李总理也说 新马之间拥有长期且密切的关系 但也存在中长期问题 不过双方都愿意解决 尤其是DOS海域的领海的问题 和实力大机场的ILS的问题 我们花了相当的功夫 这两个问题初步处理好了 并不是全面的解决 但是基本上这个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出发点 开始去处理那比较中长期的课题 总理也表示 新马必须加强合作建立互信 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使双方的利益取得平衡 我们下期再见